那个不受宠的小灾心太可怜了 妈妈一年前病死 爸爸又找了一个阿姨 遭护妈诬陷后被狠打一顿 会在雪地里一天一夜奄奄一息 将死之际速保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指引她打通小舅舅电话 八个大老舅舅强势赶到 忽然一声尖叫划破目色 伴随着喷喷喷的声音 一个大肚子女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林家总裁林峰急忙上前着急问你 你怎么了 女人双腿间流出赤目的鲜血 一张脸惨白惊 风哥好痛 我们的宝宝 快救救我们的宝宝 众人一片惊呼 连忙围上去 林家老夫人心慌不已 连声问道 怎么回事 沐庆星流着泪 看向楼梯上方 所有人都抬头 只见楼梯最上面 站着一个三岁半左右的小女 见众人看来 她不由地抱紧怀里的小妇女 林家老爷子大怒 是不是你亏了庆星 小女孩抿纯 不是我 我没有 沐庆星伸手拉住老爷子的衣角 一边哭一边劝她 不怪素宝 她那么小 什么都不懂 不是故意的 这一句话 直接坐实了素宝的罪 林峰双目阴寒 问也不问 就直接说道 把她给我关到小哥楼去 等我从医院回来再收拾她 小女孩哭着喊道 爸爸 我没有 小素宝被人拖到了楼上 素宝抱紧了怀里的小妇女 蜷缩在角落里 素宝真的没有推人 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 小素宝嘴唇冻得发索 不住的哆嗦 只能闭着眼睛喃喃 妈妈 素宝没错 素宝不认 小素宝想着 纠紧过偶 不算 晕了过去 次日早晨 林峰一脸愤怒 一把揪起昏迷的醒素宝 直接扔在了外面的雪地里 小素宝被冰寒刺激的一个哆嗦 艰难地撑开眼 他本能地说道 爸爸 我呃 林峰冷笑道 你把气心肚子里的弟弟害死了 你还有脸在这里说饿 我林峰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儿 说着 两指粗的棍子 哼一声落在小素宝身上 小素宝顿时惨叫一声 被冻僵的小素宝 眼底没有一丝神 已经说不出话 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 我这不是你爸 你认不认错 小素宝双手捂着脑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林峰一听更愤怒 不是你难道还是你阿姨自己摔的吗 他都怀孕六个月 摔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林峰越看他这个样子越挠苦 做错了事 还一副倔强的 做给谁看 他不由地想起医院里 木庆心大出息 医生下了两次病危 可他在生死之际 却还跟他说 不要责怪素宝 他也只是怕弟弟出生后 自己没人爱 不是故意要推我 林峰越想越愤怒 一边打一边骂 还狡辩 他每说一句话 棍子就落在素宝身上一次 他打得太狠 连自己手机掉出来了都不知道 直到把素宝打得摊在雪地里 他才出来 女孩遭后妈诬陷后 被粉打一顿 跪在雪地里掩饮一息 将死之际 素宝听到了一个声音 指引他打通小舅舅电话 发得大佬舅舅强势赶到 你就在这里给我跪着 你阿姨什么时候出院 你什么时候再起来 林峰说完丢下棍子子 他最近已经够烦了 公司出了一个大漏洞 求人办事求了半个月 连人影中的见 如今儿子又流产早腰 真是倒霉 一连两件事弄得他焦头烂 他怎能不挠 只能一顿毒打 全都发泄在小素宝身上 小素宝的兔子 老就被打烂 他艰难的想爬起来 可啪一声啪在雪地中 他觉得 他可能要死掉了 死掉了 是不是就可以见到妈妈 这时候小素宝耳边 却响起一个模糊不清的声音 小素宝 快给你小舅舅打电话 你小舅舅叫苏玉生 电话是159 小素宝睁开眼 看到雪地里 有一只黑色的手机 求生的本能 让他拼命爬过去 小素宝多多索索 僵硬的手指不听使唤 不知道努力了多久 才把电话拨出去 与此同时 京都一座四合院老宅子里 苏老爷子正在训话 一年又过去了 苏玉生 你说今年能把主任医师 考下来的呢 苏家八兄弟 眼观鼻鼻关心 苏玉生摸了摸鼻子 突然老爷子话风一转 陡然问道 还有 找了四年了 都没找到你们妹妹吗 苏家八兄弟脸色一变 全都抿唇不语了 我只有锦玉这一个女儿 又从小患病 四年前 病情就已经影响到了脑子经 走丢的这四年 该怎么过 苏玉生无比自责 那天他要抢救一个重症患者 就那一次 苏锦玉就怎么丢了 爸 都是我的错 明明我是他的主治医生 怪我没看好他 书房陷入了沉寂 这时候 苏玉生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苏老爷子有规矩 开早会的时候 不能开机 苏玉生连忙拿起手机 立刻要管 苏老爷子冷视 接 苏玉生咳了一声 爸 是陌生号码 苏老爷子把茶杯一哥 冷声道 接 给我开免提 老四老三同情地看了苏玉生 苏玉生只好接了电话 打开扩音 一个小小的声音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 闯入他们耳朵里 喂 是小舅舅吗 我是苏宝 我的妈妈是苏景玉 你是我小舅舅苏医生吗 文言 苏老爷子手里的笔掉了下来 电话那边 税嫩的声音继续 小舅舅 苏宝好了 好呃 苏宝没有推阿姨 可他们都不信 爸爸让苏宝在门口跪着 但苏宝好了 小舅舅 你可以来接我吗 说到最后 小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弱 众人的嗓子仿佛被掐住了 一时间竟发不出半点声音 电话那边松雪呼呼的声音 还能隐约听到 税嫩的声音却戛然而止 苏宝终于反应过来 抓着手机几乎要贴到嘴边去 失控急 苏宝 你在哪里 你告诉小舅舅你在哪 那边却没有任何回应 苏老爷子慌慌张张地站起来 刚刚那刻板严肃的样子 一下子不见了 好像一下子就变老了 十岁 快点我查 查这个号码 查定位 这个女孩三岁半 被后妈诬陷 惨遭生父抛弃 真实身份曝光后 没想到 自己有八个霸总舅舅 小苏宝电话没打完就晕了过去 手机掉在雪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松出来找手机 看到苏宝一动不动 他抬脚踢了踢 死了也挺好 他没好气地说道 四年前他捡到了一个女人 但女人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的 他一时好心 就不是接回了公寓 结果女人洗干净后 他发现 他镜长得很漂亮 什么都记不得的样子 也有点呆呆傻傻 他一时迷了心窍 竟觉得他可爱 还在他身上这个小呆心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心 素宝身上 一点自己的影子都没有 林松拿了手机直接走了 无懂好 想问一下 您认识京都苏家的人吗 这不是公司遇到了点麻烦吗 外面的风雪很大 素宝趴在水地里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他脑海里还有点意识 可很用力 都睁不开眼睛了 他给小舅舅打电话后 那边一点声音也没有 所以他们也是不要他的事吗 那妈妈呢 等他死后 妈妈看到素宝这样 是不是也不要素宝 素宝动子嘴唇抿了抿 一直在心底重复 妈妈 素宝不扑 素宝很乖 就在这时候 林家别墅外面 一个男人 踹开了林家的大门 苏一声焦急地巡视一圈 电话里 素宝说他在门口跪着 突然他脸色一变 在门口看到了一个小雪堆 他猛地冲过去 终于看到雪堆下面一个小小声音 素宝 你醒醒 苏一声连忙把小家伙抱起来 再看清素宝小脸蛋的那一刹那 他就已经肯定了 这是他们家的素宝 因为这张小脸蛋 跟他们妹妹小时候 几乎一模一样 将他包裹住 小素宝艰难地睁开眼睛 终于看清楚眼睛的男人 和妈妈长得有点像 是小舅舅 小素宝唇脚吸动 薇若问道 你是小舅舅吗 素宝没有推人 素宝几乎是本能地呢喃着 已经没有了任何知觉 苏一声不由地悦歌 素宝 小舅舅来了 小舅舅接你回家 他不敢想象 这样的素宝 是怎么一个人撑过来的 苏一声抱起素宝往外走去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林家人都没来得及反应 上车后 苏一声问道 怎么样 苏一声着急地说快去医院 匆忙下楼的林峰 并没有看到苏一声 把素宝抱走的一幕 在看到车里的男人时 顿时惊讶 苏一声 苏氏家族的现任掌门人 苏氏集团说一不二的冷面总裁 面对货真价实的传闻级人物 他们恨不得化身舔狗 林家的危机 对于林家来说 是灭云之灾 但只要苏一声一句话 林家就能立即起死回生 他立刻跑上去 林峰满脸追笑 苏总请留步 什么风把您刮来了 您大家光临 我林家蓬毕生辉啊 苏一臣念无表情 眼神犀利地打量林峰 这就是素宝的父亲吗 林峰说话的功夫 收到消息的林老爷子 林老夫人和那些庸人们 都出来迎接了 一个个脸上 吹着热情的笑容 他眼底脸上 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安生说道 林家 很好 说吧 说不屑再多说一句 谁开车走 林家人一脸猛低地站在里面 这个小女孩太惨了 被无良后妈诬陷 当成扫把心赶出家门 冰死之际 八个舅舅赶来救场 把我抱上了车 紧接着就开车离去 林家人一脸猛低地站在原地 内心茫然又惶恐 林峰叫人来问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当听到苏家人起出洞 把素宝接走了 还说是他的小舅舅 林峰如骚雷劈 刹那间忽然想明白了什么 苏家有八个儿子 一个女儿 其中那个女儿 从小身体不好 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 这么说的话 四年前他捡到的那个女人 就是苏家最珍视 唯一的女 林老夫人嘴唇哆嗦 竟然是苏家的孩子 我们快去把素宝接回来 林峰怀躁的吼放 怎么接 现在是我们想接 就能接回来的吗 林老爷子沉思了一下说道 苏家再震怒 也不能否认你是素宝的父亲 你不过是在教育他时 下手动了点 只要解释金鸟 那么以后就是大富大贵 等着他们了 苏家人接到素宝后 没有回京都 而是立即赶往最近的医院 南城最好的医院里 向来清隆的顶层VIP 现在一片蒙乱 苏老爷子拄着拐杖 不停地来回走 一边问道 怎么还不出来 苏一诚看了看时间 沉声道 爸 你先坐好 苏一声含着脸 将检测报告递给苏一诚 苏家人看过之后 一个个都压抑着心底的目 手臂 小腿 甚至肋骨都骨折了 浑身上下无数个地方重伤 严重地方甚至不责不切涂 一个才三四岁的孩子 他们也吓得去手 我早晚要费了林峰 这么小的孩子 却要承受这样的磨难 苏一诚早就把林家查清楚了 冷声说道 林家的产品被查出涉嫌走私 陷入危机 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在找关系 想让我们苏家帮他 苏家老爷子咬牙怒道 老子不弄死他就不错了 还帮他 苏一诚问道 那他们为什么打素宝 苏一诚含声道 林峰的妻子穆庆星 从楼梯上摔下流血 林峰认为 是素宝推了穆庆星 正说着的时候 林家人寻着痕迹找来了 苏一诚的助理匆忙走进来 一声说道 苏总 林家的人来了 说要看自己孙女 但这层VIP有名镜 他们在最外层 进不来 苏一诚冷笑一声 冷漠地说道 把这层楼外面的暖气关了 窗户打开 让他们走 素宝耳边 都是机器滴滴滴的声音 有人说话 但很模糊 素宝 小素宝 喂 小书包 快醒醒 嗯 你再不行我就 又是这个声音 是谁 素宝睫毛颤了颤 终于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 许来的强力 床边围着一群人 看敏唇 小心地看了一圈 苏一诚最激动 第一个开口 素宝 你醒了 我是小舅舅啊 你之前给我打过电话 还记得吗 素宝落声问道 小舅舅 你们是来接我的吗 苏一诚点了点头 是的 我们来接素宝回家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太惨了 被后妈诬陷 惨遭父亲毒打 冰死之际 突然冒出八个bug舅舅 将她报告 苏老爷子喉咙像是 被堵住了一般 生气一口气才说道 对 接素宝回家 以后谁也不能欺负你 谁欺负你外公 跟他没完 素宝转动眼督子 看了一圈 素宝不确定 回家后 他们还会抛弃我们 会不会打我 会不会不给我吃饭 看小素宝沉默了 苏家几个男人急得不行 苏一诚迟疑了一下开口 素宝在担心什么 苏一声叹了口气 他俘身靠近病床边 爱怜地摸了摸素宝的脑袋 才说道 素宝没有名字 素宝就叫素宝 爸爸说 懒得给我取名 要等阿姨生下弟弟后再说 素宝是妈妈取的 苏一声心脏微疼 素宝在邻家 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暗暗压下心底的怒意 又问道 那素宝能不能给小舅舅说说 素宝在担心什么 素宝终于转回眼神 有些吃力地转过头 看着眼前这个自称 小舅舅的男人 素宝扁了扁嘴巴 小舅舅 回家后 素宝有饭吃吗 会打我吗 这话一说出来 在场的人都愣着 什么 小素宝竟是在害怕被打 所以 他在邻家的时候 到底是被虐待成了什么样子 苏一声抓着素宝的小手 贴在自己脸上 哑声道 素宝乖 回家后素宝 想吃什么做吃什么 没有人会打你 你看 这是大舅舅 这是二舅舅 三舅舅 他们都很厉害 我们都会保护素宝 再也没有人能伤害素宝 素宝小手紧紧抓着被子 久久故意 那要是知道他不肯认错后 真的还会喜欢素宝吗 就在苏家众人以为他不会再说话的时候 他忽然说道 小舅舅 素宝没有推人 爸爸和爷爷让素宝认错 素宝不认 可是他们不信素宝 说是素宝害死了弟弟 苏一诚冷静地说道 大舅相信不是你 你不认错是对的 苏一声也点头 错的是他们 素宝没错 素宝做得很好 素宝听了这话 突然嘴巴一扁 眼泪就巴打流了下来 舅舅 外公 谢谢你们相信素宝 你们真好 小人好像终于有了诉说委屈的人 哭着说出了这些话 就好像忍了好久好久的眼泪 终于不听他的话 全都自己平和过了 小女孩被后妈诬陷 惨遭父亲毒打 女孩身份曝光 身后居然有八个八子的舅舅 而这八个舅舅 正密谋如何替他报仇 苏一诚开着手中的资料 将小妹苏锦玉的消息告诉了众人 京都和男士隔了两千公里 四年前 病重失忆的苏锦玉 不知道怎么去到了男士 被林峰捡到带回了家 而后苏锦玉生孩子时 直接病危 差点没挺过来 或许是因为孩子的缘故 又奇迹般地撑了两年 病逝后 只留下肃宝一人 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妹妹 就这样病死在一乡 甚至没有一个名分 无人得知 林峰甚至连名分都不给他一个 还敢那样对待肃 苏颖尔沉不住气地问 大哥 就这样便宜凌驾人吗 仅仅是破产怎么够 苏一诚慢条斯理地 解开袖子的扣子 慢慢地把袖子挽了起来 淡淡说道 八个揍一个 够不够 听到苏一诚的话 苏家几兄弟眼神一亮 眼底都露出一丝痕迹 苏一诚转了转手腕 把手指关节按的啪啪作形 老五苏颖尔 是做工程建筑的 皮肤比较黑 本身就是个暴躁性格 当即冷笑一声 温文尔雅的机长苏岳飞 声音温和 法治社会 怎能明目张胆地打人呢 他侧头拦住一个护士 你好 你们科室有麻袋吗 护士猛了一瞬 我们药房有蛇皮带 不过也有纸箱子 麻袋就可以地下停车场 凌峰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 我先回去了 你记得守候 苏总他们出来了 就立刻通知 那个我字还没出口 凌峰就感觉眼前一黑 被人套了麻袋 紧接着 霹里啪啦的拳头就落了下来 他不禁大叫 你们是什么人 快助手 凌峰被打得惨叫连连 毫无还手之力 只有挨揍的分 助手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宝峰集团的总裁凌峰 敢得罪我 信不信 苏家八兄弟踩着凌峰 往死里打 打人这种事 其实根本不用他们动手 若换成其他事情 他们也不切动手 苏一辰冷笑一声 抬起手做了一个停的手势 凌峰见他们停下 以为对方怕了 然而这时候 一根木棍狠狠砸到了他身上 地下停车场里 全都是凌峰的惨叫声 VIP病房里 耳边又出现了那个声音 素宝 小素宝 小树包 是谁 素宝睁开眼睛 病房里静悄悄的 小素宝的手揪紧了被子 有些紧张地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你到底是谁 他心底有一点点怕 那声音寻寻善诱 我是你师父 快叫师父 素宝小脸皱了皱 完全没有上当 素宝闷闷说了一句 我才没有师父 还有 我是小素宝 不是小树包 男人责了一声 一点都不好骗了 此时病房旁边的桌子上 坐着一个正常人 看不到鬼闻 年轻男子的脸色很苍白 双眸七黑深脆 鼻梁高挺 偏偏纯色珠红 眉宇间带着一股邪气 你妈妈叫苏锦玉 你叫素宝 我说的对吗 女孩将死之际 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指引她打通小舅舅电话 扒的大老舅舅强势感 红过新生的小素宝 只想有口饭吃 却不想被扒的大老舅舅宠上天 素宝不信 素宝根本不认识你 妈妈才不会把我给你 如果你真是素宝的师父 素宝为什么看不见你 男子自不勾了勾臀 小孩子别想那么点 等以后师父帮你拍的天影 你自然就能看见我 你不认识我很正常 我不是你们这个时期的人 我叫纪长 生前是个大人物 素宝诧异地 看向旁边的一堂空气 纪长 为什么叫纪长 素宝忽然问道 纪长 大人物有个死吗 死人也能当师父吗 纪长竟无言以对 感觉这个小娃娃有点难搞 素宝 你可能不记得了 但我真是你师父 你妈妈走前 还让你对我多拜议 虽然那时你也看不见我的魂体 你想想 师父在两天前还帮过你 就是叫你给小舅舅打电话的时候 还记得吗 素宝抓着被子 眼眸微微垂下 既然你是我师父 为什么一直没有管我呢 妈妈死后 不管素宝是哭还是疼 都没有人理素板 记长一愣 随即抓起素宝的小手 心底有些不是滋味 以前是师父没办法 要不是你两天前濒临过死亡 我到现在都不能跟你说话呢 素宝要怪 以后师父都会护着你 我可以教你很多东西 让你不再被人欺负 你先好好休息 师父晚点再来 这个东西 当时师父送你的见面 素宝只觉得 手上微微一热 有一条红绳戴在了他手上 那么素宝再见 这时病房门被推开 素一声轻声道 素宝 好点了吗 小舅舅给素宝带来了奶黄包 不知道素宝喜不喜欢 素迎儿突然挤进来 素宝 五舅舅的炒牛肉面才好吃 素老爷子一拐杖 打在他小腿上 训斥道 素宝才刚醒 怎么能吃得了牛肉面 他拿起粉肠递过去 要不要先吃点外公的粉肠 这个蒸得很软 很好吃 苏月飞说道 还是先喝粥吧 满满身子 素宝抿着唇 看了一圈 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 外公我想吃粉肠 素宝这算是有家人了吗 素家人仿佛再次看到了 素景玉小时候的样子 一转眼 就已经过了十天 一声惊叹 真不可思议 这么重的伤 居然十天就痊愈了 简直跟有魔法一样 素先生 你们今天就可以带他回去了 素宝心想 魔法 难道是鸡肠肝的 素宝抬起头 小舅舅 我的小兔子 难道是落在邻家院子里那个 素一声张了张嘴 眼底有些泪花闪烁 又很用力地 不让泪珠子掉下来 他声音很小很小 可是 那是妈妈送给素宝的 素一辰推门进来 就看到素一声 把素宝快惹出的样子 皱眉冷声问道 怎么回事 素一声一脸冤枉 大哥 不是我 是月儿留给素宝的小兔子 落在邻家 素一辰一顿 随后他当机立断地说道 素宝 大舅舅带你去找小兔子好不好 素宝心想着 除了小兔子 我还要把小五 别接走 邻家 这些东西都被搬走 林老夫人在一旁痛苦 你怎么就借了那么多高利 这下可怎么办 林尊被打到住院那一天 林家就破产 所有的不动场 都被抵押了不多 他们现在住的别墅 也要被强制执行 林老爷子生气迅士 酷什么酷 早知道现在 当初你怎么不对素宝好一点 林尊烦躁大吼 别说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两位老人全都逼了走 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这时候沐清新走下楼 爸妈 风哥 你们别急 只要有这只兔子在 这是他妈妈留给他的唯一念想 对他可重要了 我刚刚把肚子送好 还清洗过了 素宝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林封高兴地说道 辛苦你 等我们翻身了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木敬兴假惺惺地说道 只要能为风哥分忧就好 这次他流产当然不是素宝飞 而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还好我提前弄掉了肚子里的孩子 不用绑死在林家这条船上 这次要是能傍上苏家八子中的一个 也不忘我的一片脾心 小女孩年幼丧母 被后妈诬陷 身份曝光后 直接被八个舅舅宠上了天 而此时的素宝 正要赶往林家的后院 带走英女小五 却不知后妈早已埋伏多时 林家别墅门前 八个身姿挺拔的男子下了车 后面被扶下来的是苏老爷子 早就等在门口的林家人看苏家人 立刻迎上去 林封做出一脸懊悔和心疼的样子 素宝 以前是爸爸错了 你原谅爸爸好吗 爸爸那天教育你时 也是心急 才下手中了些 我也是为你好了 素英尔顿时感觉 那天下手太轻了 等会一定给废了他 素宝听到这熟悉的语字 小小的身体 条件反射地往小舅舅身后躲 苏一生冷冷问道 少废话 素宝的 那只小兔子呢 林老夫人说 就在楼上 素一臣抬手 几个黑衣保镖直冲进门 保镖很快将布偶玩具拿了下来 素宝脸上露出一丝欢喜 把那只布偶兔包在怀里 小兔子 素宝来接你了哦 素宝绝不会抛下你的 小舅舅 可以陪素宝去一趟树林吗 素一生点了点头 两人来到后院 素宝看着小树林 喊了一声 小五 小树林里传来一声鸟叫 一只鹦鹉转了一圈 却没有飞过来 反而扭头飞走了 素宝凑到素一生耳边 小声说道 小舅舅 小五好像怕你 素一生也不由得压低声音 素宝 舅舅叫人来抓好不好 我们直接带小五回去 素宝摇了摇头道 不行 小五不是坏鸟 抓小五他会怕的 小舅舅 站着不要动 素宝再走进去 带他出来 素宝朝里面走了一点 小五嘎嘎乱叫 有傻 有傻的 素宝认真说道 小五 小舅舅不是傻 素宝不知不觉走远了一点 这时候听到一声轻响 他下意识看去 却见到一双熟悉的眼睛 正盯着他 素宝 你总算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接小五的 素宝吓得一哆嗦 立刻要跑 木庆星却抓住了他的胳膊 素宝刚想大叫 却被木庆星捂住嘴巴 素宝怎么了 好不容易见到阿姨 就不能高兴一点吗 木庆星不知道素一身 就在小树林外面 捏着素宝的脸转过来 素宝 阿姨没有了宝宝 你说 你是不是得负责呀 素宝呜呜地摇头 要是你救救他们问起来 你得承认 是你推了阿姨 再帮阿姨说些好话 懂吗 不想素宝突然张嘴 狠狠咬在木庆星手臂上 木庆星惊呼一声 下意识扬起手 朝素宝脸上扇去 眼看巴掌就要落在素宝脸上 素宝手腕上的红绳 突然发出一道微光 带着素宝的手 朝木庆星打去 下一秒 木庆星却轰一声飞了出去 摔在了灌木丛里 与此同时 素宝被小舅舅抱了起来 苏一身有刹那间的怀疑 我都没怎么用力 他怎么就被踹飞了 素宝 你没事吧 苏一身冷冷地看着木庆星 你竟敢打素宝 他抱着素宝一步步向前 木庆星慌了 该死的 苏一身什么时候来的 他连忙摆手 苏先生你误会了 我也算是素宝的妈妈 怎么可能打他呢 苏一身用手掌捂住素宝的耳朵 将素宝的小脑袋 压在自己怀里 不给他看接下来的场面 一脚踩在了木庆星脸上 素宝的妈妈 你也配 木庆星拉着一声惨叫 苏先生 放过我吧 我错了 苏一身随即又在木庆星脸上捕了一脚 冷冷地说到滚 树上的鹦鹉扑轮轮飞了过来 啊 木庆星哪里还敢吞声 捂着脸就跑 把木庆星赶走后 苏一身还得陪着素宝骗你 可是不管他用什么办法 都骗不到这只鹦鹉 苏英尔和苏岳飞 苏洛见小素宝久久没有回来 寻着找到了后院 于是就见识到了 一大一小哄一只鸟的奇葩场景 搞清楚事情原委后 几人总算明白了 原来素宝执一回凌驾的 目的就是这只鹦鹉 苏英尔冷吃到 我真的扶你了老八 一只鹦鹉都哄不下来 垃圾 果然 树上的鹦鹉摇摆着唱起来 老八老八 千年王八 老八老八 爱吃八八 苏一身指着树上的鸟 你行你上啊 苏英尔抬起手臂 看我的 苏英尔一边拍自己的手臂一边喊 是一鹦鹉快到他手臂上来 素宝瞪大眼睛 五舅舅好像大猩猩啊 苏岳飞嘴角一抽 苏洛抱着手臂 哄个鹦鹉而已 都把自己逼得反足了 素宝捂着嘴偷笑 他好奇地打量五舅舅苏英尔 五舅舅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喷火龙 但好像也没那么凶 小奶团悄悄打量这几个舅舅 小舅舅和三舅舅都比较温和 一个温文尔雅 一个像太阳一样温暖 四舅舅看着嘶嘶文文 却又像得大反态 他们就是妈妈的哥哥们 素宝好像喜欢上这些舅舅们了 不然 素宝的视线和苏洛的视线对上 他立刻转过头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苏洛勾了勾唇 小家伙 胆子可真小 老五 你也别白费劲了 这鹦鹉只有素宝能哄下来 小奶团歪着头 哄撇着这只鹦鹉 眼看就要落在素宝肩膀上 林老夫人的声音突然传来 大舅哥你们在这里 鹦鹉受惊地转了个方向 素宝下意识地往素一身身边躲 林峰笑眯眯的说道 对这鸟不能太客气 打个麻醉他就下来 素一身寒声道 这里不需要你们帮忙 请你们离开 素一臣抬手一挥 身后黑衣保镖立刻冲上来 拖着林家几人往外走去 两位老人嘴里嚷嚷着 这里可是我们自己的别墅 没了林家人的捣乱 小素宝继续哄着鹦鹉 小舅舅不是坏人 小五快过来 我们要走了 你要是不下来 就见不到素宝了 这时 鹦鹉终于扑朗瘟过来了 爪子一伸 踩在了苏一身头上 苏一身嘴角一抽 趁着他不注意 一把抓住了他的脚 别墅门外 林峰看到他们出来了 立即迎上去 现在他必须要在素宝身上找突破口 素宝 爸爸平时是严格了点 可都是为你着想呀 苏银儿猛地冲过去 一把揪住林峰的脖子 将他往叠树大门上 狠狠一撞 这狠的 众人仿佛撑到西瓜落地 那清脆的开条声 你特么还有完没完了 你算什么东西 还爸爸 你就不配做素宝的爸爸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 被后妈诬陷 被父亲虐待 幸好巴的舅舅及时出现 摇身变为苏家小公主 被宠上天 苏一身抱着素宝 五哥 你慢慢来 我们先去车上等你 苏银儿抓起林峰的头发 一次又一次 将他往墙上撞 既然你当不好爸爸 就别再当爸爸了 说完 一脚踢在男人的最弱处 下一秒 林峰的惨叫 回荡整个别墅区 苏银儿把林峰 就跟扔死狗一般扔在地上 转身静止离开 林老夫人朝林峰身边跑去 儿子你没事吧 妈这就打电话送你去医院 林老爷子立即阻止 打什么电话 我们现在哪还有钱看病 林老夫人都要心疼死了 儿子 你就忍忍 这藤一会就过去 就在这时候 外面突然冲进来一群人 林总好踩头啊 欠我们的八千万 什么时候还啊 原来这些是催收公司的 他们纷纷围组林家人 林老爷子呵斥 你们想干什么 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可是京都苏家的亲家 回应他的是 苏家车子开走时的尾气 催收的几个大汉 哈哈一笑 好大的名头啊 你看人家苏家给你们吗 还不上钱 就拿房子来比 你们可以滚了 揮手的黄毛抬手一挥 身后的小混混立刻冲上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你们林家沦落到这地步 也是活该 这边 坐在车上的苏一辰 神色兵猛盯着手机 然后发了条信息过去 不 让他们生不如死 苏宝安静地坐在车子里 一手抱着他的布偶兔子 一手抱着英语 苏老爷子放缓语气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蔼可亲 苏宝啊 咱们回家了 我们家在京都 等不要坐飞机哦 忽然 苏宝问道 外公 我们也能带妈妈的骨灰回家吗 苏宝爷子心酸点头 当然要带 我们一起回家 苏宝这才安下心来 终于可以带妈妈 回家了 苏家包了专机 苏宝看着外面的天空 云彩好像就在他身边 跟着一起飞 他趴在飞机窗户上往外看 苏岳飞温润笑道 苏宝在看什么 苏宝扭头 三舅舅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吗 苏一身点头 我们正在飞机上 苏宝不然问道 那妈妈在不在这里 坐得近的苏岳飞 苏一身愣住 苏宝垂眸 默然看着外面的天空 妈妈死了 不是去了天上吗 我们等会能看到妈妈吗 苏宝好想妈妈啊 众人默然不语 扭头看向了外面 眼泪悄悄在眼眶里打转 苏一身把苏宝抱在怀里 苏宝睡吧 睡着了就可以在梦里见到妈妈了 苏宝嗷了一声 拨在苏一身怀里 眼泪悄悄地掉了下来 小舅舅也骗人了 苏宝明明都睡着了好多次了 可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妈妈 苏宝不知不觉睡着了 手腕上的红绳 发出微弱的光芒 不仔细看 根本没人能看出了 梦里的苏宝 身体轻飘飘的 感觉自己像是飞在空中 周围有棉花糖一样的白云 围绕在她身后 苏宝小心伸手 摘了一点点放进嘴里 双眼一亮 是甜的呢 这时候她身后 传来一个温柔又熟悉的声音 苏宝 苏宝瞪大眼睛 立刻转身看去 只见妈妈站在她身后不远处 寒泪看着她 妈妈 苏宝猛地扑过去 被妈妈紧紧抱在怀里 苏锦鱼温柔地摸着她的小脑袋 苏宝乖 以后外公和舅舅们 才是你的家人 要开开心心的好吗 还有 外婆身体不好 苏宝可以替妈妈好好孝顺外婆吗 苏宝眼泪豆子巴拉巴拉掉 我知道了 妈妈 苏宝一定会照顾好外婆的 苏锦鱼笑了 想说什么 但身体发出微微的光芒 渐渐地变透明 苏宝 妈妈爱你 永远爱你 睡着的苏宝嘴里喊着妈妈 小小的脸上全都是泪痕 此时 在苏宝的身边飘着一个 谁都看不见的一个人 这回师父可不见你妈妈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 被后妈诬陷 惨遭父亲虐待 身份曝光后 直接被八个爸总舅舅 宠成小公主 而解决完临家后的苏家人一行人 正打算带着苏宝 回京都苏家庄园 飞机降落在京都国际机场 看到苏宝还睡着 苏老爷子舌的眼神 苏一生抱起苏宝 叮着脚往外走 由于怕吵醒苏宝 他还维持着刚刚的姿势 封着腰 就在这时 鹦鹉大叫一声 偷小头 偷小孩了 苏宝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 他们无语地看着绿的发光的鹦鹉 死鸟 想被顿了是 小奶团睁着迷茫的双眸 看起来有点呆难 苏一生抱着苏宝 宝贝 我们已经到京都了 马上就回家 梅回神的小宿宝 茫然地点头 苏家的车子 早就在机场外赶着了 四辆家长板 劳斯莱斯整齐地停在路边 你的路人森森回头 天哪路 快拍照 这是哪家的公主千金 羡慕 同样是人 人家怎么那么会投胎呢 好大的排场 众人正议论着 就见八个身子挺拔 气宇炫耀的男子走了出来 为首的是一个老者 其中一个男子 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 肩上还站着一只绿皮鹦鹉 此刻鹦鹉 正兴奋地唱着歌 穷哈哈 叶叉叉 哈迪波特 骑着扫扫C sorry sorry 这鹦鹉的气质 跟场面稍微有点不符啊 只见八个男子脸都黑了 迅速带着萌娃上车 长长的豪车 缓缓屎鼻机 某某记者说道 家人嘛 咱就是说 今天咱长见识了 你们看四辆家长板 劳斯莱斯 这是什么家庭啊 相对于素宝的待遇 林家人显得不要太惨 林家破产破得十分彻底 别的上市公司破产 老总好歹还有一点点钱 买个小房子什么的 林家人钱都被执行了 一切都被冻结 直接睡了天桥底 林老夫人一口气 怎么都喘不顺 太不像话了 她自己倒是想扶了 却忘记自己的爷爷奶奶 胃部熟的小白眼狼 不孝子孙 木庆星心底越发的极度 互平衡 没想到她争了两年 机关散尽 终于坐上林太太的位置 如今却落到了这样的下场 我绝不允许自己的人生 就这么完了 我绝不认输 她眼底闪过一丝毒辣 打开手机 在某平台上 发出这样一则消息 震惊 苏家小小千斤心思恶毒 因极度把后妈推下楼流产 后妈两次大出血 捡回一条命 罪魁祸首 却坐豪车高调回京 这边 车子很快抵达苏家庄园 素宝在董事 毕竟也是三岁半的孩子 看着眼前的庄园 小小的脸蛋上 浮现震惊 这就是妈妈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吗 小舅舅 这里是妈妈的公主成宝吗 苏一身鼻筋微酸 点头恩了一声 以后也是素宝的成宝 苏老爷子对庸人说道 素宝以后 就是咱苏家的小闺女 小千斤 姓苏 两排庸人站立在庄园两边 脸上洋溢着笑脸 欢迎小小姐回家 苏老爷子苦恼 苏什么好呢 要赶紧给小奶团取个名字了 苏老爷子乐呵呵地牵着小素宝 素宝 外公带你去看看房间 素宝点头恩了一声 楼上 素宝从没见过这样的公主房 抬头认真问道 外公 这真是我的房间吗 好大 一旁的苏一身问 怎么样素宝 还喜欢吗 素宝重重地点头 喜欢 谢谢外公 谢谢小舅舅 苏一身摸了摸他的头 不用谢呀 素宝 等会哥哥姐姐们放学回来了 跟你玩好不好 素宝一脸疑惑 苏一身解释道 素宝 有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是大舅舅和二舅舅的孩子 苏一身觉得 素宝在林家太孤单了 现在需要有同龄孩子 一起成长才行 素宝总是个点头 他忽然仰头问道 小舅舅 可以给素宝指个话给他 素宝要给哥哥姐姐们送小礼物 眼底悄然扶起了一丝期待 素宝也有哥哥姐姐了 这个三岁小女孩有多惨 最后妈诬陷 被父亲虐待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欺负 苏家庄园外 一个穿着优雅的女人 牵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怀里 抱着两个精致的洋娃娃 女人叮嘱道 韩韩 你等会见到素宝妹妹 记得要把一个洋娃娃送给她 知道吗 韩韩一听这话 立刻就闹脾气 我不 我两个都要 所有玩具统统都是我的 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庄园里跑 女人一领无奈 拿她没办法 只好转身 对身后磨磨蹭蹭的小男孩说道 苏子曦 你也快点 素宝妹妹在家怎么了 谁知道苏子曦也贴嘴说道 我才不要妹妹 一个动不动就抢玩具 一说就哭得韩韩已经够烦人了 我才不想再要一个妹妹 她说完也走了 韩韩跑到自己的房间 她抓起洋娃娃 狠狠地砸在地上 一顿乱说 不拨就不拨 我就算是把洋娃娃摔坏了 也不给妹妹 门外 素宝鼓起勇气 敲了敲韩韩的房门 素宝迟着喊了一声 姐姐 我是素宝 素宝给姐姐送礼物来了 韩韩猛地打开门 一把推开她 你走开 讨厌鬼 谁要你的破东西 门外的素宝碎不及防 身体向后倒去 素老爷子压住火气 韩韩 妹妹来找你 是想跟你做朋友 你怎么能打人呢 老二这个孩子特别的娇气 每次稍微说句重话 她就扑闹 果然 韩韩眼泪立刻就出来了 我才不要把洋娃娃给妹妹 苏子林的妻子委婉 听到动静上来 别忙说道 爸 你冷静点 韩韩还小不懂事 素老爷子训斥道 还小就要教 这个问题 我不只说过一次 你们怎么教的孩子 小小年纪就这么蛮横 长大了 如何在社会上生存 委婉低头 委婉心底很不适滋味 觉得老爷子说话太重了 我的小孩我自己会教 老爷子凭什么来指手画脚的 女孩本就该赴眼 放纵一点有什么不好 委婉摸上韩韩的头 韩韩乖宝贝不哭 妈妈给你买新的洋娃娃 素老爷子带着素宝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鹦鹉看到素宝回来 扑轰轰翅翅翅飞过来 却被脚链给拉住 素宝安慰道 小五乖哦 等舅舅给你做好房间 就会把你放开了 素老爷子看小奶团 低声的安慰鹦鹉 心疼得不行 素宝 姐姐平时都这样 你不要太难过 素宝不知道 大人非要为了礼貌 把喜欢的东西给别人呢 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 小素宝笑了笑 没事的外公 素宝理解姐姐的心情 素宝也不喜欢 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 素老爷子一愣 素宝这么小 他却好像什么都走 这时 素老爷子看到一幅画 这张画是你画的吗 提到画 素宝小脸立刻变得专注 点头嗡了一声 素宝喜欢画画 以前在爸爸家 素宝画了很多画 那这画的是什么 可以和外公讲讲吧 素宝画身小讲解人 这是两个小朋友 去骑一丝迷流 外公你瞧 素老爷子想 要是素宝的话 能入得了那位大师的语 也许能让他好好待待素宝 爷孙俩正乐此不比 看着画作的时候 身后传来庸人的声音 老先生 小小姐 老夫人回来 素老爷子摸了摸素宝的头 走吧 素宝我们去看看 你外婆 楼下 苏子凌推着轮语 素老夫人抬头 就看到一个粉雕玉珠的小奶娃 被素老爷子牵着 从楼上下 素宝正脱素老爷子的手 趴在扶手上往下看 外婆 素宝回家了 素老夫人瞬间 如同被人掐住了嗓子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唯独眼里饱含泪水 忍不住无声落泪 这就是月儿的孩子 还真是和月儿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素老夫人夜更 素宝 小素宝跑到素老夫人面前 外婆 素老夫人听着这一声外婆 气不成声地 将素宝抱在了怀里 外婆的小素宝 这些年你辛苦了 素宝答应妈妈了 要好好照顾外婆 孝顺外婆 素宝一定要做好才行 老人哭得厉害 素宝伸出手轻轻地 拍着素老夫人的后背 不哭不哭 外婆乖 不哭哦 楼上 寒寒刚出门 就看到楼下抱成一团的 素老夫人和素宝 这个讨恋鬼 竟然还抢我的爷爷奶奶 寒寒撒脾气 扭头就往楼上跑 结果路过素宝的房间 听到了嘎嘎的叫声 熊哈哈 夜叉叉 哈利波特 骑着扫把嘎嘎嘎 寒寒意识被吸引了注意力 直接推开素宝的房间门 结果就看到了 一只翠绿的鸟 站在一个架子上 它双眼一亮 这个三岁小女 还有多惨 被无良后妈诬陷 又被父亲赶出家门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欺负 好漂亮的鹦鹉 小五看到冲过来的寒寒 惊得嘎嘎乱叫 熊孩子来了 救救我 微晚听到这话 不由得皱眉 这鹦鹉 平时是怎么叫的 一点教养都没有 寒寒 你干什么呢 我们快下楼吧 奶奶在楼下等的呢 寒寒顾着说我不 我要鹦鹉 微晚拿她没办法 只能好言相劝 这是妹妹的鹦鹉 妈妈待会去给你再买一只好吗 寒寒作讲道脾气 不要 我就要这只 她一边说 一边爬上凳子 抬手就去抓小五 受惊的小五 拼命扑腾小飞 却被她一把揪住了脖子 小五很怕生人 救命 顿鸟了 寒寒费好大劲 都控制不住鹦鹉 她老是扑腾 爪子 还把她手臂都抓伤了 她痛得大叫一声 楼下众人这时 也正好听到楼上的动静 素宝二话不说 就往楼上跑 苏老爷子反应过来 怒急训斥苏子凌 又是寒寒 叫你多花些心思 教育教育孩子 你都在干什么 目的少话的苏子凌 急红了脸 憋不出半个字 众人连忙跟着上楼 寒寒抓着鹦鹉就乱摔 让你不听话 打你 素宝刚进来就看到这一幕 顿时小脸都气红了 猛地冲上去 住手 不可以打小五 寒寒见素宝乖抢鹦鹉 他就觉得自己的东西被抢了 猛地推开素宝 是我的 小五是我的 素宝急得不行 反手也推了过去 小五是素宝的朋友 才不是你的 众人怎么也没料到 一向很乖巧听话的素宝 又突然炸毛 素宝眼底含着眼泪 可倔强的一声不吭 委婉又急又目 下意识斥则道 你不想给姐姐鹦鹉 你可以说啊 怎么可以打人呢 素宝小嘴巴抿得紧紧的 眼眶发红 是姐姐先打我的 他打你你就能打回去 你不知道 小孩子要懂得千和里让吗 够了 素老爷子一声怒吓 打断了委婉的话 寒寒懂得 让别人千和里让了吗 明明是他先抢鹦鹉打人 你却批评素宝 委婉看向素老夫人 正急急忙忙 推着轮椅去关心素宝 都没有关心寒寒 委婉觉得心寒 寒寒被打了 却连一个关心他的人都没有 他们今天真是太过分了 委婉心疼地推着寒寒说道 寒宝乖 我们走 他带着寒寒 一声不吭地走了 苏老爷子气得半死 我还说不得了是吧 难道你就意识不到问题了 素子凌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 爸你别生气 我去处理 不说还好 说了苏老爷子更气 可眼前也不是气的时候 他连忙上去查探素宝 素宝抱着小五 眼底勤着泪珠 明明是寒寒姐姐先打小五的 苏老夫人心疼得不得了 素宝不哭 素宝是外婆的乖宝宝 寒寒房间里 委婉看自己宝贝女儿 手臂都被抓伤了 我大的很 苏子凌 有你这样当爸爸的吗 林立是我们寒寒被欺负了 你还这样 你看看他 手臂上都是血 他不去抢鹦鹉 能被抓伤吗 你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委婉 以前的那些事 我一直没计较 但我的容忍也是有限制 此刻委婉只觉得伤心扣了 我做错什么了 心疼孩子也有错吗 你们一个个的 为什么都要针对我和韩寒 苏子凌话不多说 转身就走 苏一诚靠着墙壁 见苏子凌出来冷漠地说道 老二你的事情 也该今早做个脑段 我知道 我现在只是担心 离婚对孩子们有影响 你自己考虑 需要帮忙的话随时找我 苏一诚撂下一句话后 转身离开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有多惨 被无良后妈诬陷 又被父亲赶出家门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处处针对 饭桌上 苏老爷子提了苏宝起名的事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都绞尽养之地想着 苏宝说道 妈妈说苏是一种骨子 却可后叫小母 苏赖汉 适应姓强 所以才给苏宝取了苏宝的名字 小家伙的声音满声奶气的 小脸却严肃认真 感觉像是 把妈妈说过的话 鼻子不差地背下来了 苏老夫人鼻子酸酸的 苏宝的名字取得真好 既然妈妈叫苏锦玉 苏宝也姓苏好 苏宝高兴地点头 问了一声 姓苏 跟妈妈一起姓 苏老爷子笑道 苏什么好啊 苏宝举起小手手抢答 苏苏宝 众人不由地扑斥一声笑了 苏医生说道 叫苏苏吧 苏宝摇头 不好不好 一听之下 好像再叫苏苏 众人一时犯了难 姓苏又要保人苏 有点难 名字的是不及 这段时间大家再想想 苏老爷又问道 苏宝 你今年三岁半了是吗 苏宝想了想 是的吧 妈妈说苏宝是315打假 蹦出来的 老夫人顿住 315那就是一个星期后 这么说 下周苏宝就四岁了 我们给苏宝开一个生日会 买一个超级大蛋糕好不好 苏宝双眼一亮 真的吗 韩寒看到所有人的关注点 都在苏宝身上 又不高兴了 他一声把手拍在桌子上 哇一声哭了 我不要跟苏宝一起示范 你们都不理我 苏子西 苏和文 苏和文三个小男孩 同时发了个白眼 又来了 他们为什么一个个都不关心韩寒 小孩子本来就敏感 还都不理他 简直是冷暴力 委婉心底一酸 韩寒乖 妈妈在哪 妈妈里韩寒 好不好 却不想韩寒抓着碗 把里面的饭菜都掀了 不闹不休 我不 我不许他跟我一起吃饭 我不要妹妹 这句话 让苏宝想起了爸爸凶凶的脸 也是不让苏宝吃饭 苏宝吓得忍不住敏准 这时 苏老爷子压抑着怒 谁教你可以把碗扔在桌上的 老二 你这孩子怎么教的 不想吃就下去 韩寒看到爷爷这么凶 立马看向妈妈 苏子林一声不吭 抱起韩寒就想走 谁知道韩寒撒泼打滚 气得他直接拎着韩寒后背的衣服 把他拎起来 朝楼上走去 韩寒立刻哭得更凶 我不要我不要 委婉急到 苏子林你干什么 有必要这样对韩寒吗 说完 委婉就抱着哭闹的韩寒 来到房间 这时 韩寒的外婆打视频电话过来 委婉把事情说了一遍 韩寒外婆在那边气得 你看 我就说了吧 以前苏家就只有韩寒一个女孩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都会当个公主处着 现在那小丫头一来 他们就不会再处韩寒了 文言 委婉更加难道 妈 你别说了 韩寒外婆双眼一瞪 怎么不能说了 你还不知道吧 她在南城时 可是亲手把后妈推下楼摔流场了 她那些舅舅们高逼她 也是负上天了 明明是她犯错 却硬是让名家破产 韩寒外婆劈里啪啦一阵说 委婉皱眉 你在胡说什么 韩寒外婆说道 怎么你不信 我把爆料视频发给你自己看吧 我先挂了 不一会 委婉就收到了一段视频 看着上面的爆料 委婉只觉得太恶心了 苏家怎么会把这样的小孩接回来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有多惨 被无良后妈诬陷 又被父亲赶出家门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欺负 姐姐还抢她裙子 母女俩的对话 一点都不避讳 韩寒把所有的话都听了过去 很快到了苏宝生日这天 苏宝穿着一身漂亮的裙子 怀里却抱着一个略显破 这个小兔子 被苏宜成带着下楼了 她的身后跟着苏家几兄弟 没人看到 这些人身后还站着一个灵魂 即常依靠在楼梯栏杆上 勾唇看着素宝 还好赶上了 众人脸上都是惊叹 这就是苏家的小千金呀 好漂亮的裙子 好精致的小女孩 冷面总裁苏宜成居然亲自牵着她 果然受死 二楼 韩寒的外婆在一边煽风煎火 这不是GYFY加限定款的裙子吗 听说国内就只做了这一件 要不是素宝 这裙子就是咱韩寒的了吧 韩寒站在二楼 看着被众星捧虐的素宝 眼发眼 转头就说道 妈妈 我也要那件裙子 维婉只觉得难过 韩寒乖 妈妈后面再给你买 韩寒又闹脾气了 我不 我就要那件 外婆都说了 那件本来就该是我的 维婉想把她暂时带回房间 可韩寒却猛地冲向我 维婉焦急到等等韩寒 这边花园里 素宝正开心地 将手中一块蛋糕 递给素贺文 哥哥 给你 此时遵照自己爸爸的吩咐 就在素宝身边看小孩 他小小的脸上 都是冷冷的表情 有点酷酷的 拨得他老爸真 看着手中的说 头都没开一下 我不吃 好吧 你不吃那素宝吃 这时候 耳边又响起那个声音 小素宝别管他 快过来 师父教你一个小本领 忽然一个小小身影 静止朝花园这边冲过来 讨厌鬼 韩寒二话不说 抓住素宝的裙子 把你身上的裙子还给我 素宝被他 拉扯地亮枪了一下 手里的蛋糕 掉到了自己的裙子上 他愣了一下 这是大舅舅送给我的裙子 下一秒 韩寒挥舞着小手 一掌 就打到了他脸上 是我的 就是我的 韩寒抢我的小五 还抢我的裙子 还打人 素宝顿时生气了 他也扬起小手 甩在韩寒的脸上 韩寒挖的一声大哭起来 你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 韩寒本想再上去打素宝 素贺文连忙伸手 牵住韩寒的手腕 他看向素宝 第一时间 确认素宝有没有事 素宝摇了摇头说 没事 这边韩寒哭闹的声音 尖锐又有穿透力 正在低声弹笑的大人们 顿时诧异地停了下 素家的两个小千金 怎么打起来了 素宝咬着唇 眼底有泪花 却倔强地不哭 是姐姐先打我的 委婉冲冲跑了过来 不说 姐姐怎么可能打人 素贺文看着这样 不哭不闹的妹妹 不知道怎么的她 更凶 是她先打我 素宝抢我的裙子还打人 素宝是个坏小孩 这时客人开始议论起来 原来素宝身上 穿的是寒寒的裙子 这孩子刚回苏家 就抢姐姐的裙子 网上的那些 爆料不会都是真的吧 委婉指着雪儿问道 你来说 是谁先打人的 雪儿因为 刚刚素宝没有分比她蛋糕 居然撒起了 是素宝先打寒寒 素贺文偏头 看向雪儿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众人都相信雪儿的话 苏小少爷 你别下雪儿了 她只是说了真话而已 对啊 素宝小姐再这样下去 会被逛坏的 一轮声四起 素宝倔强地咬着臀 扁底有泪花去不哭 我没错是他们撒谎 裙子是大舅舅给我买的 刚刚也是寒寒姐姐先打人 素宝明明没做错 可为什么大人们 总说素宝的错呢 难道大人的世界 跟小孩不一样吗 委婉冲着素宝吼道 够了 明明就是 你先打人 你还要说什么 这时 苏一辰和素老爷子赶到了 素一辰冷声问道 素宝先打人 这是你亲眼所见的 素老爷子冷着脸看向委婉 我相信 素宝不是这样的孩子 是谁说素宝错的 站出来让我看看 素老爷子已经很克制了 没有在外人面前指责委婉 然而委婉却觉得 老爷子太偏心 明明是素宝推了韩寒 却又包庇他 委婉冲动地说道 爸 凡是得讲道理 韩寒平时是娇气了一点 可是他不打人的 素老爷子气得半死 他打不打人 你还不知道吗 委婉影圈都红了 我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 素宝来了之后 你们一个个都针对韩寒 韩寒到底做错什么 这是 苏一辰低声跟身后的管家说 叶叔 去拿幕布 把院子里的监控投影出来 让大家都看看 委婉顿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还要查监控 他们今天就真的要逼死韩寒不可吗